請你跟我這樣 哇 OK 那如果說是像純油性的 是 它是怎麼樣的 大家可以自我檢測呢 一般來說純油性 它真正會出現的一種反應 就是你會發現說 它發出粉刺 或青春痘的一個反應 通常會比較結合 因為你的鼻子間過度的分泌 塞住毛孔的機率是高的 所以一般來說 真正屬於油性的膚質的人 你會發現它就是痘痘 或粉刺的狀況 其實會稍微比較密 那還是說 譬如說它洗完臉 它是不是隔了多久 它馬上就會出油 那你就屬於油性 很多人很會出油 不見得長痘痘 其實這個部分呢 就是變成說 剛洗完臉 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是你十分鐘內 必須要完成你保養的動作 當你沒有完成你保養的動作 是你的身體自然的帶場機制 就會開始分泌油脂 需要留住你的水分 所以基本上 十分鐘後的分泌油脂的動作 並不代表說你是乾性就不會分泌 了解 那只是說油性的分泌 可能會比較明顯 那如果說 它以一般正常的保養狀態之下 都有做 但是它的分泌的油就是特別多 覺得一直在吸油吸油 那油就很多 那種就算油性嗎 當然就算油性 就算比較偏油性 那乾性呢 乾性的部分就變成說 它可能洗完後會覺得蹦蹦的 會覺得說 好像有點稍微還有點刺刺的 就必須考量到說 它使用洗面乳清潔的一些力道 可能太大 來 我們測出來之後 我們的用途呢 用途是什麼 我們用途就是可以看到這些分類 那這些分類 通常我們就是中性肌跟乾性 會分為一類 因為一般來說 其實大部分女性還是比較偏乾 所以這部分 那男性的部分 就屬於比較油性肌膚 對 那剛剛所提到的外油內乾 就可能比較屬於混合性 或比乾性肌 好 乾性跟中性肌膚 洗臉用品是用乳狀的 對 酸鹼度是弱酸性來洗會最好 是 因為我們皮膚的一個質感 其實比較偏弱酸性 那你基本上 使用弱酸性的一些清潔用品 就相對比較穩合 是 OK 油性肌膚是用粉末狀 明膠狀 有些真的它比較嚴重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就會稍微比較偏弱碱 因為酸鹼中和時清潔力會稍微提升 但是也不建議你使用 皂類或過度清潔的方式 好像 請問洗面乳這些清潔用品 它上面會寫它的酸鹼度 酸鹼度 有一些產品它特別會有標榜 但大部分的話 但沒有標榜 其實都是會比較偏弱碱 大部分偏弱碱 清潔 要乾淨 那我們就是用你建議的這種 它的形狀 是面上很多的狀態 我們還是區格會比較簡單 敏感型混合型的話就是慕斯 慕斯狀就是會起出那種泡泡的感覺 那泡泡其實就很溫和 那通常都是以氨基酸為組成分 那洗起來的感覺 你就會針對有些敏感性的膚質洗完後 就比較不容易放好 對啊 我都用慕斯的 所以慕斯還蠻推薦的 就變成說我們是正常的皮膚 我們也可以使用慕斯 一樣是可以 好 謝謝吳醫師 謝謝 不過呢 其實我們臉上長痘痘 除了我們說的不清潔 或是它的對待方式有錯誤以外 是不是有一種可能性 你長痘痘 它不同的部位區域 是反映出你身體內在 是不是有一些狀況出現 對啊 大家都聽過 對 想熬夜啊 長額頭 熬夜就額頭 對不對 或是胃腸胃腦 對 你下巴長痘痘是不是胃不好 對不對 鼻頭長痘痘 會不會你的子宮不好之類的 你那個通過 你亂講了 因為我也是亂兜的啦 所以正確的說法應該是什麼呢 羅醫師 其實我們人體來講 它的臉其實就對應 我們身體的五臟器官 它每個部位長痘痘 它其實意義都不同 對 那比較簡單看起來 就是越上面 就是對應我們越上部的地方 心肺的部分 下面的話 就會在下半身的地方 所以比較多常見在額頭 額頭 很多額頭我們講說是心 因為這個區域對應的是心肺區 所以就是心的部分 整個額頭都算嗎 對 整個額頭這個部分 像心火 比較多都是熬夜 晚睡 或是晚上睡眠的情況不好 你睡的時間很短 那有些媽媽可能照顧小孩 半夜都睡不好的 然後再來 有一些內分泌失調的 有一部分會長在額頭這個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鼻子 鼻子的話 我們鼻子這個區域 其實它是我們的胃啊 膽啊 這些區域 都是在鼻子周圍 所以像是有些人的腸胃 胃活比較旺 你會比較容易肚子餓啊 吃東西 或是你吃太多燒烤炸辣 這一類的食物 會導致說你的胃活比較旺 燒化的問題是在鼻中 所以有人特別小 那鼻頭也很難看耶 那可能就是因為吃了一些 鼻頭皮味的 對對 人家不只是難看 鼻頭特別痛 真的 這麼乾淨 真的耶 真的 那都說那個巫婆痘 就長在鼻子 是腸胃的問題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說右邊的臉頰 我們右邊臉頰其實是 臉頰還有分左右 對對對 有分左右 右邊臉頰這個部分 它其實對應的是肺 所以它是一些呼吸道 像這個 我們現在講的這些部分 都是如果你長期 某一個部位 固定都長那個地方 其他地方可能臉都不長 就是臉這邊就幾顆這樣子 呼吸道的問題 包括是你是鼻子那個 鼻子過敏啊 鼻塞啊 或是那種氣喘這一類呼吸道的 它比較反應就是在右邊的臉頰 然後再來就是左邊的臉頰 左邊臉頰我們是肝的部分 對 肝的話我們肝的那個 器官是在右 肝在右 其氣在左 所以它的那個反應的點是在左邊 對 所以左邊的話就是包括說 有一些什麼情緒上面的啊 或肝活 你比較容易生氣啊 再來的話就是有一些那種 血虛不足 我們講說氣血虛弱的人 他比較在這邊會發一些那種 硬的痘痘 暗瘡 擠不出來的那種暗瘡 就是乾血虛的人 感覺很多媽媽應該都會有 情緒壓力 那種暗瘡 整個臉頰是長得好 臉頰是長得好 長左邊臉頰 臉頰是從眼睛眼袋以下 對眼窩下面這個區域 然後一直到嘴角 大概這個區域 然後有些人特別長在嘴唇的周圍 我們其實嘴唇的話 因為我們是皮胃 皮開翹在唇四百 跟你的消化系統 還是有關係 因為嘴角這邊的痘痘 然後再來很常見就是下巴 下巴的痘痘 下巴的痘痘的話就是跟我們女生的那個 內分泌最有關係 因為我們講說這個區域 其實在中醫反應像是腎的這個部分 包括那個子宮啊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 我們的那個月經 好像月經最常講月經痘就是長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是男生呢 男生長的 男生的話就是像便秘 因為我們的那個下巴對應的是骨盆腔 骨盆腔的話就是包括你裡面的那個大腸啊 這些 所以便秘我們常常長的也是在這個部分下巴 所以男生下巴有 你要問的男生是這個嗎 不會是嗎 他是通常是講火氣大 腎腐比較旺 也有可能長在下巴這個部分 那其實長透透的話 我們主要是看如果你長期都長在同一個地方 那像有些疾病 我們女生的話就是一些那種卵巢的問題 我們講說多囊性卵巢 像這種疾病它會影響 那個也會反映出來啊 對 它會影響到你的月經 女生甚至就沒有月經 或是月經量少 那比較多也是常常都是在下巴這個部分 所以你光是治痘痘 沒有去治療你的月經 其實那個痘痘不會好 羅醫師我有問題 就是啊 因為我跟我先生常常會長這邊 太陽穴 而且都是長兩個很大的包包在這邊 你們兩個都會同時長對不對 我們就是夫妻臉穴 所以他長得會長 那你們就是夫妻痘嘛 可是我想知道因為老師 醫生剛剛說什麼 就是如果都是長那邊的話 是代表著什麼 像這邊有些人是長太陽穴 或是長這裡 下巴這裡就是整個都黑黑的 像這個外側的地方 我們中間講是膽經 那肝膽其實它是互相 互相表裡的經絡 所以它是跟肝這個部分是有關係的 它也是跟你熬夜晚睡 然後肝活比較旺 通常是這個原因 喝酒也有關係 對 喝酒 乾嘛 喝酒再喝 喝酒再喝 又不是只有他長 你也長 你也喝 你也喝 你們要跟晚上 你們夫妻不要再對喝了 對 不要對贏了 對贏成三人 可是如果撇開這個 其實有時候特別還是要注意 枕頭的清潔對不對 你以為說 臉上長的痘痘可能是體內的問題 後來發現根本是枕頭不乾淨 沒有洗乾淨 那也沒有可能 沒錯 當有些人他來救人以後 很多客人他就發現說 我吃的他的 所有的控制都好 為什麼我都特別長在右邊或左邊 那就表示說 他居家環境可能都習慣右側睡或左側睡 那他枕頭有時候會忽略 或是說材質的問題太粗糙 或是細菌堆積太多子 他每次覺得奇怪就是長右側 不過羅醫師師也幫我們來介紹一下 有沒有那種外膚內膚 我們來預防痘痘 或是來幫助我們改善的好方法 好 請羅醫師 我們的話有一個燙豆的花茶飲 大概用那個泡的 或是煮十分鐘就可以了 很好喝 甜甜甜的 因為這個的話我們 是一個清熱殺菌 也有解毒的功效 那麼我們這是 它是清肝熱 所以特別適合像一些小朋友 他比較會長痘痘 他又不願意吃那種中藥很苦的 他可以用這種花茶的方式 幫他做一個殺菌解毒 可以嗎 大家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